大家好,我是阿宇,今天我们来做湖北特色小吃 这个是提前准备好的五花肉丁,香菇丁,胡萝卜丁,还有青豌豆 浸泡好的糯米隔水蒸熟,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 锅里放一点油,下入五花肉丁,翻炒一下 把里面的油脂给炒出来,然后再下入香菇丁,翻炒一下,炒出香味 再下入胡萝卜丁和青豌豆,翻炒一下 加入清水,然后再加入食盐,蚝油,生抽,一点点老抽 加入一点胡椒粉,撒一点白糖,翻炒一下 煮一两分钟,把里面的汤汁留下一点,然后倒上糯米饭 用铲子,将它们翻拌均匀 拌匀之后,放置不烫手,抓一团在手心,将它团成圆球 团好之后,先将它放在一旁 再来准备一大勺的面粉,大概60克 加入两克的泡打粉,倒入一颗鸡蛋 边搅拌,边加入清水 调成这种浓稠的酸奶状,放进团好的糯米球 用勺子给它滚一下 然后捞出来 油温6-7成热的时候,插入筷子能够立马冒泡泡 下入糯米球 中小火炸至,慢慢地翻动一下 表面炸成这种金黄色,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在武汉的话,这个叫做糯米鸡 经常过早会吃到 不过现在外面卖的比较少 想吃的话,可以自己在家里做 做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外皮疏松,内里软糯咸香 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自己做的话,可以放上自己喜欢吃的食材 像笋呀,或者是豆干,榨菜都非常的不错 虽然是油炸的,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,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,拜拜